立委徐少平今天一早就到基隆火车站了解 昨天台铁转折器发生故障 造成数十班次火车误点 影响将近九千人次乘客搭车时间的问题 徐少平除了要求台铁检讨改善 提出紧急应变疏散旅客计划之外 也和台铁局局长通过电话 台铁局表示 今年六月新的基隆火车站启用后 会一并更换老旧的轨道转折器改善问题 他们应该在电台或者警广 或者电视台上面用跑马灯来告知 五点多钟六点多钟新闻 或者告知一下说 跑马灯告知一下说 那个基隆火车站的火车 可能会延误到什么时候 让民众有时间来处理 他的其他重要事情 或者转换车重 所以刚才我跟周永辉 台铁的周局长通过电话 我问他说 这个转折器这么老旧 什么时候要态换 他告诉我说 六月份就会全部换新 而且要配合我们新站的车站 整个地下化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在六月份之前不要发声 对不对 我有空一听